你很可愛耶 你什麼臉 不是 我是形成我自己 不行 哈囉 我是Udian Style的美妝特派員 素顏的Amanda 那我呢 在Instagram上面有創了一個 hashtag 叫做劉歐美 劉歐美呢就是由 這一位被影視人的 彩妝師他幫我創立的人物 那我每次呢 只要發一些關於劉歐美的照片 就會有很多人在市場面敲碗 希望我可以公開這個彩妝教學 所以今天 非常難得的 我要來公開我的 變身過程 劉歐美的妝呢 顧名思義 他就是會幫我畫一個那個 這個五官非常的戀奇 非常的深邃 枉如那些歐美巨型名模 所以等一下大家看下去 呃就知道 好 厲害的來了 立即有感的 幫臉部做一點按摩 運動 那你的步驟是不是都跟一般人不太一樣 你就會先畫眼睛 最後再上底妝 就是如果眼睛畫得很重的話 你先畫了粉底之後 你在畫眼睛 你的手不是會碰到 你的粉底嗎 那為什麼要白毛一種 那就是用這個刷子 然後加 把睫毛膠 就可以做出這個 根根立體的感覺 所以我平常畫眉毛 就是他有教我一個方法 就是用 快要乾掉的 睫毛膏 刷一下就好 我問眼窩這個東西到底要怎麼 抓到他的位置 不是每個人都適合畫眼窩 如果通通你想畫到眼窩的話 就是 這樣鼻窩 有一個骨頭的一面 這現在是不是會幫我做一些鼻影嗎 這就是一個方法 3.4畫法 3.4畫的內衣 喔喔喔喔喔 OK OK 請問用手跟用刷子怎麼差別 沒有差別 看你想要用手跟用手 用腳拇指也可以 那要不要試試看 沒關係 要幫我畫眼線嗎 我現在就是有點在 假裝畫一點 他這個眼影已經完成了 完成百分之八 嗯 他的配方呢就是 一搓一搓 重上去 中睫毛 他步驟是不是他化妝裡面 最 最久的一張 不是 那最久的一張 不知道 修比一張 對他最討厭我的鼻子 因為我就是有一個 很煩 很煩 等下我會省去 你那個大把豬手在這邊 這一部是遮瑕 因為我 不想要用粉底畫真臉 他最近喜歡用遮瑕畫真臉 請問這是按照 化妝師自己個人喜好 還是藝人的狀況 欸 通常其實很多人會以為遮瑕膏會畫很厚 但其實 不會 然後等下就畫一個大紅色 很糟喔 你要避免脫妝 偶爾去廁所就壓兩下壓兩下就好 可以不要那麼難過 沒有什麼定妝24小時到吃 遮瑕膏到底要這麼選色號啊 一個人通常 最好的應該要 兩條到三條遮瑕膏 一條就是你自己原本的膚色 最接近的 一個 最主要就是要在 站一個色號 或者兩個色號 你今天你鼻子還紅嗎 可以 但是今天臉頰有點乾 反正不會剪進去吧 修容來了 因為今天想把曬紅花在上面一點 沒什麼 沒有為什麼 因為今天想要 以前有個廣告叫做 隨心所欲 創造魅力 什麼 有吧 創造沒有規則 就是隨便想要看一看嗎 就是在太陽穴的地方打一點亮 沒有 這不是亮的 這是一點GG OK 就是一些桃花妝 大根本就覺得很不耐煩啊 現在 然後都是用 畫多久 拿胸蓉的東西在下面弄啊 沒有正宣 打亮嗎 打亮嗎 很可愛耶 不是 我是欣賞我自己 不行 好了 完成 我們之前 我們下一個月的 稍後 照片 我們下一個月的 我們下一個月的